中国一位摄影师星期六在香港举办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酷刑纪录片的首播会 有大约20多位市民和记者参加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独立制片人杜斌 4月27日在香港剑杀罪1908宿舍发布长达100分钟的小鬼头上的女人纪录片 记录了辽宁马三家女子教所的12前劳教人员讲述他们所经历的酷刑 包括将证据藏在四处带出来的村妇王贵兰 每天被殴打的上访者梅秋玉被绑在死床上的盖凤针等人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一些酷刑细节被中国媒体配录后引发各界震惊 不过辽宁省当局否认指控是事实 电影首览会结束后 杜斌分享了自己的拍摄过程的点地 又跟观赏者一同讨论电影内容和剪接 杜斌透露他还有更多材料将会绿续播出 这个片子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都还没有展示 要一点点来 因为这个片子不能让大家一直看完了 看完了我担心观众受不了 他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 要一点点把它拿出来 一点点就会接受 因为只有把这个事情都说出来了 这件事情才能让那些在劳教所里面的这些警察们 这些执法者们 他们会心存敬畏 敬畏就说 你做的暴行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